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白羊巴的频道 我是白羊巴 Mavix一直给人的印象就是还原度很高 头雕非常似真人 而且他的身形 雕刻 也忠实还原电影的形象 就像《Advengers》系列和眼前的John Rick 真的像到十足十 但他的对手SHF也不输舌 尤其是他之前的Wonder Woman 真是跟真人一样 甚至被人觉得近领先Mavix Mavix要挽回声誉的话 的确要想想想想新意思 而今次所介绍的figure 的确很有突破 就是脱离了一向的框框 竟然是一只穿衣服公仔 还可以配球鞋 没错 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真男神Michael Jordan 好 这只就是Maticum 第100只Mavix Michael Jordan 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 90后 00后 或者10后 当然对他非常陌生 但对于我这些80后的老饼来说 真是满满的回忆 只看这个盒子都已经非常感动 因为对于当时的年轻人来说 个个都是看NBA 长大的 不像现在 个个都是看足球 而Michael Jordan 当然是NBA的象征 当然是蓝球之神 到现在都无人能及的 那看回那个盒子吧 有NBA 的Local Giago Boots 的Local 还有下面这个Upper Deck Upper Deck 是什么来的呢 其实我都不清楚 但如果当时有兑蓝球卡的话 一定是买Upper Deck 的蓝球卡 当然这个标志当时都赚了我不少钱 我都爆了很多包卡 但结果我一张Michael Jordan 的SIM 卡都不中 非常可惜 简直是一个遗憾 然后又看看后面 后面 只看图都已经很正 因为Michael Jordan 他是穿着Jordan 11 当时所有年轻人都想拥有一对 甚至现在 无论多少次翻出 大家都是互相买的 无论打球 衣服 穿西装都是一流的 而除了Jordan 11 之外 也有两款球鞋 包括Jordan 1 和Jordan 6 都是Jordan 系列 几有代表性的款式 而这个Sporting 蓝球 也是当时每个中学生都想拥有的蓝球 但这个Sporting 蓝球也不是便宜 所以大家都唯有用火车头 因为我们打开石屎场 就算花了也不心痛 好 现在拆开里面的东西 就把整个内膽拿出来了 一只主体 一个替换头 两个蓝球 两对球鞋 还有五对替换手 好 整只主体就拿出来了 先从头到脚看一次 Michael Jordan 的头雕 非常英俊 Gigago Boost 23 号 非常有代表性 三部的物料 都是模仿运动员球衣 这些透气的质感 都是非常漂亮的 有护腕 亦都有护膝 然后拉下去 The Michael Jordan 11 真的很棒 然后就看看后面了 后面也是OK的 但带着Jordan 23 印在背肢上面 当时每个年轻人都想要一件球衣 不是红色就是黑色 不是黑色就是白色 每个人都想要 然后裤子也是OK的 然后拉下去 又是Jordan 11 真的很棒 好 从头到脚看完一次 就看看细节位 由头开始 大家可以看到 Michael Jordan 的样子 真的很英俊 但有些朋友说不是很相似 但其实他这个样子 只是比较年轻的时候 然后就用衣服了 NBA 的标志 依然很清晰 GOOSE 23 的字样 也是很漂亮的 原来抬起了一条裤子 裤子上的花纹比例 也恰到好处 旁边的GIGA GO GOOSE 胸仔 也都非常清晰 它有护衫 也是一个很漂亮的护膝 当时的朋友 就算卖不到球衣 都要一个红黑的护膝 才叫做有型 然后对球鞋 也都非常棒 有个非人的地方 并不是乔丹排的地方 然后脚背 有23这个项目 鞋底 也是非常漂亮的 然后再看一次背后 JORDON 23 真的只看着这个背脊 所以打蓝球的回忆 以及收看NBA地带的回忆 都完全返回来 真的很清晰 而它包装上面 护衫和护塞的地方 都是有胶纸包围的 防止颜色脱在模型上 现在就先拆掉它 好 那护衫和护塞就套上去 大家看看资料 其实护衫和护塞 并不是像后面那些图 在套和塞上面 而是在手套对落 因为是用来抹汗的 而护塞也是在膝头对下 那摆造型的大家 就要留意一下 好 戴完细节之后 就看看灵活性 戴着衣服遮着的关节 怎算好呢 大家订阅我白羊巴频道 还有按个蚌 我就会脱掉衣服 好 现在就脱掉它 好 这么快 Michael Jordan就脱洗衣服了 但很遗憾的就是 在我脱洗衣服的时候 是还没有人订阅我的白羊巴频道的 希望大家按个订阅 还有按个赞 好 既然Michael Jordan都牺牲了色相 那就看看它内类的细节 大家都看到 是一个运动员的身形 又变成超人的肌肉 它运动员的腹肌 也都是非常强劲 也都充满了不同的细节 包括乳头 有两个 而且 肚瓷都做出来 然后就看看背肌 背肌 也不算很大尺 但是肚瓷就真的很厉害 果然是弹跳力惊人的飞人 好 接下来看看灵活度 灵活度 灵活度对Michael Jordan来说 真的非常之重要 因为它是运动员 现在就看看 这个素体如何表达到 运动员应有的灵活性 又是头开始 左傾側 右傾側 向前 向后 都是不错的 然后是腹部 向左傾側 向右 向前 向后 都是可以的 然后到下盘的关节 它有拉伸关节 可以向后拉出 关节都很紧的 然后打开它 都可以 虽然做不到180度 但是有机会看到Michael Jordan 会做一字马 然后向前踢 都很高的 向后 都不错 然后到脚端 接下来 也是非常漂亮的 然后到脚腕 向前 向后 都挺多 而且脚腕的关节 都很灵活 可以做到不同的转换 果然是Michael Jordan 然后 盘膝的脚 都可以做到 然后看看手 肩膀是有蝴蝶关节 可以向前 可以 再前一点 可以 然后向后 都可以 肩膀提高的幅度 都超过90度 上背 也可以这样转 都真的挺灵活 再看手肘 接近180度的幅度 对于一般模型来说 都算很夸张 这么厉害的灵活性 相信各个Michael Jordan的粉丝 一定很满意 可以做到很多打蓝棋的姿勢 说完灵活性之后 就说一下配件 Mafix的配件 一直都是很足够的 就不像Bandai 阴下阴下阴下 或者将配件 放到其他角色出手 而今次的Michael Jordan 可以说是大震嵩 因为他的配件 都真的挺多的 现在就来介绍一下 一个Michael Jordan的 张开口看完头 牙齿都算是挺精细的 但是 就不像真人 而且还有一些勺牙 相信我也不会怎么用 一对张开的手 在拦截和射球的时候 都会经常用到 一对伸出食指的手 意思是再进一球 或者协助指示队友的手势 一对握住拳头的手 可以帮队友打气 或者跑步都会经常用到 一对手心有一支軸的手 那支軸就是插入籃球的洞 现在就插上去 插上去 插住了 射球和控球的动作 就更加稳定了 除了有凹凹的篮球之外 也有一个完整的篮球 这个就是那个篮球 Sporting的NBA篮球 用来配合例子 或者场景的话 都是很棒的 一对入瓶的手 如果玩家在家后的蓝框的话 就可以勾着蓝框 重现入瓶的动作 哎呀 除了替换头 替换手和蓝球之外 蓝球鞋也在这次FIGURE的重点 因为蓝球鞋也是很多人的收藏物之一 这一套就是JORDAN 11 它有三种白色 有Air Jordan的Logo 23号的NBA 也挺漂亮的 而鞋底也挺仔细 接着就是JORDAN 6 Michael Jordan就是穿着它 带领GIGAGO BOOST 拿到冠军 Air在那里 鞋底也很漂亮 也有闪电的图案 接着就是第一对Air Jordan 有Nike的图案 鞋底也是 也有很大的缺口 非翼的蓝球标志 也做得很仔细 而且以上三款的蓝球鞋 也配合其他角色使用 就像这样 大家是不是对打蓝球Spider-man有些印象呢 再近看 其实真的挺漂亮的 也真的挺有型 相信之后推出的Spider-man Miles 除了穿衣服之外 也会换上这三对球鞋 算是Maticum想到新玩法 真是不错吧 好 说了这么多 之后就来个总结 这只Michael Jordan 真的十分之正 他除了打破关弯 是一只穿衣服公仔之外 多款经典的球鞋款式 都是他卖点之一 而JORDAN 1 JORDAN 6 和JORDAN 11 都是经典中的经典 可以说不可能不买来收藏 而且他的面相非常神似 灵活度也很高 例如射揽 防守和运球的动作 双手的关节真是非常之关键 而这只素体的设计 的确没有令大家失望 向前向后都得的胡铁关节 接近180度的手肘关节 都是完美呈现到Michael Jordan的所有动作 的确是一只很好的产品 而且对于我们这些80后的玩家来说 他的所有细节 都可以给大家满满的回忆 包括他衣服上NBA的logo Giago Boots 23号 和Sporting蓝球 都是非常之正的 随着1比12穿衣服公仔的兴起 挑选蓝球运动员来出figure 的确是一个好选择 因为好像Michael Jordan那样 都折迹2米高 一般的6吋figure大多 做的衣服也都简单多 不会说穿完之后很臃肿 希望他这个系列继续推出 如果出了拍斌 乐文 欧尼 和Kubi Bryan的话 就更加好了 如果大家喜欢这条影片 又觉得这条影片帮到大家的话 就记得留言 赞好 和订阅我白羊巴的频道 如果身边也有喜欢蓝球的朋友 更加可以分享这条影片给他 让大家去玩这个系列 希望下一条影片见到你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